随着云雨封面的南下 高雄市在25日一早 也降下了滂沱大雨 由于适逢上班时间 市区交通顿时出现有色状况 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对此表示 市区路灯有出现明暗不一的情况 为了避免大雨影响市线 降低通勤族交通意外的发生 希望市府单位在遇到强降雨时 要及早通知台电公司尽速因应和改善 第一个路灯就是台电在控制的 公园的灯就是由公务局这边来控制 所以意思是说台电会看道路状况 要不要开灯 所以说今天早上比较按我们的同仁 就有联络台电 你的整个会影响到驾驶 所以说请台电把它放亮 我们发现说路灯部分亮 部分不亮 有些路段它突然的路灯就打开了 那有些路段突然的路灯 还是维持没有开的状况 甚至我还在路程当中发现说 有些公园的公园的灯式 它是开启的 那有些公园它的灯是没有开启的 到底它的标准又是怎么样 它这个灯号的系统又是如何 其实都是造成民众很多的困扰 那我们希望说遇到这种雨势来临的时候 各项道路的这种灯号 都应该要统一一致性 这有办法让民众做很清楚的道路指引 才可以让行车过程更安全 除了关心上班族通行安全外 林志宏对于中轮路上道路透宽工程 有民众质疑仅做一半 希望市府单位尽速做出间介处理 厘清私人用地产权问题 进一步将工程顺利进行 好解决来往当地居民的疑惑 因为楼头那个部份来说的时候 有些书林土地我没得到那里跨不过 不过之后来说的时候 水利地那边的我已经跨不过 可以全部都被盖过了 现在那个部份就是比较 没办法 因为这条道路不是计划道路 所以我没有那个困扬 那边才会很受 第一位就是说你地主 同意说要让我们做道路适用的整形下的时候 我好有办法打开这条道路 工程做到一半之后 后半段要出入口的地方 变成还是原本的入浮 还是变现缩的状况 造成民众的满意只满意一半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满意 那后来再发现说 这个后面的道路涉及到 可能是农水属土地 可能是湿人地 但是湿人地主认为说 那不是他的土地 造成说这土地所有全人不明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说 未来工程上面 可以更清楚的 这个由地震局启动见解 让工程规划可以更顺利 让民众满意度可以百分百 林志宏另外在咨询时 也向市府表示 市区中很多发掘到的历史文化遗迹 市府单位要加速研究规划 是否进行保存或诊件 好让更多市民大众 了解到地方文史的起源脉络 也看到城市发展的轨迹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